曾经不到半年的阿帕奇攻击直升机 惊传在龙潭破降 坠毁两名飞官受伤送医 刚才画面看到明宅的屋顶 几乎是全毁砖瓦掉了满地 目前这个直升机呢还卡在顶楼 最新情形请记者郑一祥带我们来关心 影响午安 社主播各位观众 记者目前正在龙潭三菱路路段上面 中正路上面我们可以看到 有一架直升机就直接坠毁在明宅上面 整个三楼呢是几乎全毁屋顶碎片 散落四周 当时呢冲击力道之大 从水泥墙包含整个顶楼的建筑 几乎全毁就可以了解 撞击实在是相当的大 附近民众当时募集直升机坠毁 都有听到奇怪的声音 因为平常直升机是不会飞过这里 只是说当时坠毁的时候 就像是炸弹爆炸相当恐怖 尤其是首当其凶的这间铁器工厂 屋主感受仿佛就像是死里逃生 我们来看一下现场屋主的最新访问 撞过来而已 对啦 直接撞过来而已 对对对 有一点 因为这个 这边也不是直人机的那个路线 那时候撞下来说你能在里面吗 对啊对啊 就在旁边而已 吓到像炸弹一样 就感觉说这个飞机已经很低了 感觉摩托车就停下来 停下我就往天上看 隐约还看得到飞机的影像 隐约还看得到 因为今天的云好像也蛮低的 隐约看得到后来就 到对面二三九巷的时候 就转个弯就直接撞到民宅上了 它飞的跟平常不太一样 就越飞越低 然后就越来越大声 然后就突然听到一声蹦一声 然后它上面的东西都掉下来 好了我们可以看到 现场真的是相当混乱了 附近民众 附近民众真的是突然惊魂 国军和警销人员立刻出动 上百人前来支援 赶快清理现在的直升机 但待会应该要怎么样把直升机移走呢 目前国防部还在讨论 但是一开始坠毁的时候 直升机还不断的冒出白烟 然后抢救人员立刻就以炮塔喷射泡沫 压制这个白烟就怕还有另外的意外发生 还部署了多条水线进行警戒防护 而这次的坠毁的直升机呢 是国军去年10月才引进的 阿帕契攻击直升机 一架要价20亿台币 一次是因为机械故障 才导致飞行出了问题 本来呢是已经飞出去要受训了 受训结束之后呢 要准备回营了 没想到突然发生这故障的事情 然后越飞越低 然后呢机上的两名驾驶呢 奇迹似的没有只受到轻伤 送到国军医院 那稍待会呢 待会呢国防部将会召开 记者会多做说明 详细行行我们再持续为您掌握 以上是下场最新情形 把镜头还给彭内主播